你所以从前睁大眼睛 我是高剑黎的女人 这四秒就是我的心房 高剑黎是我音乐养的 这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古装电影 仅上映四天就被紧急叫停 却在国外获奖无数 而片中的尺度之大 不仅体现在画面上 更是多次出现在台词上 战国末期 战火联民 攻发不断 百姓疾苦 无人问津 使皇帝如今一道迟暮之年 却依旧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来到黄河边上 命人用乐器计合 并下令 我死之后 谁要再敢重用乐人 少不舍 而他之所以会有如此命令 权因一个叫高剑黎的乐人 在嬴政刚出生时 便被送至赵国当质子 高剑黎的母亲 不忍这么小个人被活活饿死 便将他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喂养 多年后 赵国准备斩杀秦国人质 小嬴政就在其中 高剑黎让他不要害怕 同时自己父亲来安抚嬴政情绪 可这些柜子手砍到嬴政的时候 却被拦了下来 原来是赵国将军准备在和秦国开战时 用小嬴政来祭旗 正是这一句话改变了历史 夜晚两人趁着柜子手 醉酒熟睡之际 将他拖到坑中活埋了 他们趴在土堆上 听着柜子手挣扎的声音 觉得这次自己死定了 果然事情很快就被发现 两人双双被捕 突然几个身穿盔甲的人推门而入 来者竟是秦国使团 此时来接他回去继承大统 嬴政临走前 还不忘带上高剑黎一起 只是半路趁两人熟睡之际 他们却将高剑黎丢下马车 扔在了半路 转眼数年过去 六国已被嬴政灭其三 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每天听着毫无气势的音乐 让嬴政内心反奔不已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好友高剑黎 自从那次半路分开后 嬴政多次向燕国求去此人 戒备对方拒绝 于是在这次发兵前的四文上 嬴政特意将消灭敌国的顺序 由原本的先处后燕 改为先燕后处 何以改种 因为燕国有一个能铺血轻松 另一边高剑黎正带着弟子制作古琴 却听闻反昱期和荆轲求见 他们想让高剑黎助自己一臂之力 一同刺杀嬴政 可高剑黎却支持嬴政统一全国的做法 无奈之下 荆轲只好在高剑黎的寝生中拔出匕首 亲自割下反昱期的头颅 和提前准备好的燕国地图 一起面见嬴政 年轻前高剑黎特意交代 荆轲 如果你真能得手 求你一刀干净 免得嬴政痛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嬴政面对荆轲所带的两样东西 不感兴趣 并未给他上前刺杀自己的机会 为了不辱使命 荆轲离开前只能搬出高剑黎 并表示高剑黎为了让嬴政停止暴虐的讨伐 选择自断一根手指藏于化轴当中 听到这里 嬴政心疼不已 忙让荆轲将卷轴呈上 只是随着卷轴逐渐打开 掉出来的却是一把匕首 还不等荆轲有过多的动作 自己就被嬴政持剑砍挡 当庭咽锅吧 人处不留 此刻 央国境内战火纷飞 高剑黎却觉得 距离他白指内 皆不敢有勤兵靠近 可打脸来得太快 秦国将军王奔直接骑马中路 看见高剑黎便直接带走 你们大王嬴政 吃个我娘的奶 他回过头去 才相信自己是真的王国了 在回京的路上 因着和嬴政的关系 他才能和王奔同乘一辆马车 只是不免要被对方嘲讽几句 高剑黎却并未生气 仅仅是找了个借口 将王奔戏耍一番 燕国被带来的人 都要在头上落下一个囚字 高剑黎气不过 此时刚好看到一女子被众人拥挫 于是忍不住出演调侃 秦国是厉害 婊子都这么大牌照 他不知道此人正是秦国公主 王奔的品妻 王奔一怒之下 先将高剑黎头上落下烙印 而公主也有些不寻常 见有人如此辱骂自己 一时间还来了兴趣 下朝后的嬴政听闻高剑黎被捕 连忙前往查看 嬴政让御医 治好他头上的烙印 可烙伤已经深入皮肉 任谁都无能为敌 此时高剑黎愤怒拔剑 就向嬴政刺去 却被王奔半路拦下 嬴政知道高剑黎胆子小 曾经两人一同火麦柜子手 高剑黎事后还被吓得尿了裤子 而面对高剑黎 骂人都磕巴的样子 嬴政却笑了 还说高剑黎在骂人方面并没有天赋 我的天下顺乎忍心 你做乐师人尽其才 之后嬴政让高剑黎为自己创作秦宋 何谓秦宋 是能够被天下人广为流传的创世名曲 是等嬴政统一六国后 能够振奋人心之躯 嬴政让他在秦国定居 可随意拆遣下人 共享王族起居之饮食 可得到这一切的高剑黎却并不快乐 他准备将自己饿死 以此来反抗嬴政 为了能让他开始吃东西 大家想尽办法 却无一人能够成功 此时 岳阳公主对高剑黎极其感兴趣 为了能够征服此人 岳阳主动向父王请命 下定决心要喂活高剑黎 可他有个条件 就是等事成之后 让高剑黎叫自己弹琴 做自己的影子 嬴政欣然答应 那我可就不择手段了 可等真的面对高剑黎 岳阳才发现他低估了此人的决心 都知道动之一情 小之一理 公主自然很是清楚 他告诉高剑黎 自己在五岁那年从马上摔下 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他也想过了此残生 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 这招对感性的人果然有效 高剑黎被说动 喝下了一口汤 之后岳阳在高剑黎面前 喊起他在燕国时 母亲交的童谣 他又问高剑黎临死前 有什么想做的 却见此人伸手 去扒了自己胸前的衣服 第一次伸手 岳阳拒绝了 可等第二次伸手 他却同意了 完事后 高剑黎变得生龙活虎 能吃能喝 这是先生要的鹿血 嬴政见状很是高兴 为了兑现之前的承诺 嬴政命高剑黎 教公主音乐 这天 高剑黎像往日一样 来给公主上课 可不等异曲结束 高剑黎就按捺不住 内心的浴火 王奔父子在外 替嬴政支撑沙场 高剑黎却在背后 玷污了他的品旗 事后他为了嘲讽王奔 更是要将带血的白布 送至王奔面前 公主听闻笑道 若他有种 就应该将此物 送至自己父王面前 夜晚 嬴政得知此事后 气愤不已 骂骂咧咧的 就要将高剑黎活埋 可他突然意识到 这或许是高剑黎 为了求死故意为之 为了不上他的当 嬴政命人将高剑黎 和燕国奴力关在一起 和他们一同为自己 修建长城 此刻的高剑黎 被燕国人之内 分为嫖胜 为了安抚王奔父子 嬴政命人将岳阳 关在宗庙里请罪 并告诫他 以后可以跟高剑黎学秦 但绝不能跟他有染 可到了庆功宴上 嬴政却又在众多大臣面前 为高剑黎说话 因为秦国并没有 女子强奸男子的律法 所以他将一切责任 推在自己女儿身上 说公主只是把高剑黎 当作药引子 治好了自己的腿 如今公主行动自如 这件事算下来是王奔剑的偏意 见朝中大臣不再多言 嬴政便寻了个机会 让他出任大岳府令 为了让众臣明白 君无戏言 嬴政直接命人将徐福的弟弟 徐贵扔下黄河 就在刚刚 两人还和大家吹嘘自己 寻找神仙的经过 可下一秒 嬴政便发话 让徐福带领六百同男同女 为自己寻找长生不老药 而徐贵则要替哥哥先行一步 到东海龙王那里 大声招呼 说罢便将他扔进黄河之中 在回去的路上 嬴政又一次邀请高线黎 捅成一车 就跟儿时一样 这时岳阳公主挤了过来 三人本是闲调 可半路上嬴政怀疑徐福的身份 便下车查看 也正是这一举动 让他又一次逃过了敌方的刺杀 而高线黎为保护公主 身受重伤陷入昏迷 为了救活高线黎 嬴政不顾工人的阻拦 断发入药 不成想还真的有效 之后的日子里 嬴政向大臣公布 要高线黎出任大岳府令的消息 可这一举动 却再次遭到群臣反对 本以为事情会不了了之 却不料 嬴政手里掌握着 所有朝臣的把柄 像什么大臣放高利贷 又或者是太监 娶了三十多个媳妇等 这些话一出 压得所有人不敢出声 只能默默听从嬴政的安排 与此同时 他自己也私下里 多次劝说高建黎 让他为自己谱显前送 高建黎本想再次拒绝 可岳阳却将他在嘴边的话 硬生生拦了回去 百万大军即将出征 等齐过一面 岳阳就要作为人质 许配给王奔了 他希望高建黎 能答应嬴政的要求 条件是将自己给要过去 可这件事情又谈何容易 王奔本就对之前 聘其被辱仪式怀恨在心 看到高建黎日渐疯狂 于是决定催促他的锐气 就在高建黎站在火堆前 思考曲谱时 突然一块石头掉落 上面竟刻有 嬴政死而抵翻的字样 这让嬴政头疼不已 为了找出幕后遭子之人 嬴政命人将三万烟囚 分为十人一组 随着古典的声音进行处死 直到刽子手手中的刀都砍断了 依旧没有人承认 高建黎不仁看那些人王子 便自己将所有罪责 都揽了下来 他对嬴政进行了 属于王者的跪拜 也愿意为他谱写秦颂 和放弃岳阳公主 高建黎的这一举动 让岳阳悲痛不已 他在嬴政得胜归来那天 冲进岳府 要高建黎在自己和王奔交欢时 待在一旁奏乐 说罢便起身到宗庙跑去 可谁能想到 高建黎竟也追了过来 此时宗庙正门大开 一众仆人跪在门外候着 而他和高建黎 却在秦氏先祖陵前翻云覆雨 口中还大放厥词 我能让你跑 就能让你飞 这一行为也彻底惹怒嬴政 可他在拿剑泄分后 却没直接杀了此人 而是命人熏瞎了他的眼睛 嬴政承诺高建黎 待岳阳嫁给王奔后 王奔会死在战场上 而岳阳只需守寡一年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他 只是没想到岳阳出嫁之日 来得这么快 当高建黎的手摸到岳阳额头时 他呆住了 现在他们二人额前 有了相同的烙印 新婚当晚 高建黎为公主弹奏岳阳送 突然一只手阻止了他 来人正是嬴政身边的大太监赵高 他告诉高建黎 岳阳在新婚夜里咬舌自尽 之后王奔又砍下公主头颅 学见当场 赵高知道高建黎思念公主 所以特意将公主的双手 带来赠予他 与此同时 他又被告知 之前救下的两万五千名烟球 在修建长城时 被全部斩杀于此 只因那里又发现一块石碑 同样刻着 嬴政死而递翻的字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高建黎难以接受 于是在登基大典前 高建黎提前喝下毒药 并在登基大典上 对嬴政进行行刺 为了帮高建黎解脱 嬴政亲手了结了 自己唯一的朋友 之后 登基大典照常进行 嬴政虽点燃神火 可内心却痛哭不已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設理讯息